Yes,跟我打内战 抄牌去弟弟,学不会 好 哎呀 萨满吗,盗贼吧 看我太下饭 那不就是因为看我太下饭 然后每次都多吃几碗饭 长胖了吗 是吧,难道不是吗 啊,萨满 萨满 萨满呀 想想,不出了 等一个狼人呀 什么,因为我太好看了 朋友们,就是主播虽然 很多时候有点装逼 但主播还是有这个自知之明 你们这些 糊弄人的话 就别在我这说了 你觉得我姓吗 看看来了 继续挂机过 就不出门 是因为我可以等一个狼人 对,下游户如果抽狼人 我可以狼人突袭直接硬闭门 所以打个内战其实不太在乎 你要不要出这个门 对面超我的够主 带这个323的 因为现在很多 这种萨满啊 他们都是不带这个323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 讲断了 是因为他们都是带这种进化体系 然后不带323过牌的 但是我认为啊 萨满现在过牌只靠四个鱼人 两个543和两个535是不够的 哇,这个人完全超我的吧 还带软 朋友,你卡组不错 真的超我的吧 来了 想一下我现在几张牌 我现在九张牌 那么 小亏 因为没有助能 别的还行 有没有粉丝群 我有很多大家打炉时的交流群 就是里面很多人会说 我卡在黄金了上不去 我卡在钻石了上不去 我卡在钻五了上不去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群 大家可以加这个群 如果你也有相同的困扰的话 可以的,没毛病的 是不是 探底是个好东西 这个爆了一般 但是可能也还行 因为他如果要吃啊,如果要烧啊,可能还需要这个减费 不过他还要一个减费 现在玩炉时要花多少钱 这个完全取决于你 如果你的想法是上分 你组一套不是很好玩套牌 你也能玩 那你可以去组一个快功德呀 快功德没有很贵啊 最便宜的牌吧快功德 哇,这几张牌沉了 我简直不能接受啊 我觉得七就放弃了 过牌和九里面要一个 我有点想拿这个九 这个三张沉底的牌真的沉的有点好 你拿过牌也可以 你拿九也可以 这里 但是七是一定不会要的 因为如果你出七的话 当然这回合他能滑一滑 然后萨满第一位有退化 第二位有冰冻 第三 对面也有一个九 所以七不太会要 上次玩是17年的时候 那版本差很多了 还有很多就是关键词什么的 就是你得去跟上 他助能这个女王 嗯,有点烦 大 那么我先烧一烧看一看吧 因为我手牌还不错 我没有办法换给他 一模一样的构筑 这个人肯定是超到我的构筑的呀 一杠一就撞上去 没有必要卡这个格子的 我估计他会拿我变身 天哪 他有什么理由再拿一次 我手牌又不好 这不是给我机会吗 他这里会打的一定是拿变身 或者是拿九 八和九里面一定有一抓 所以他一定不可能拿我这个 这个东西现在缺了 就他要五费 他不可能 反正我觉得对面打的很差 想想哦 但是这里的话 如果我变身 对面也一定会 直接把我大地 或者把我九换掉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这只能先去过鱼 线如实很贵的 我会不会看他们一切 先把变身变了 万一真的对面如果下一个换 给我变身换了 是有点问题的 对面为什么要进化 自信吗 哇这都能换到大地的吧 好 好 这么准 哇 这一打吃其实太拼了 但是他应该会进化 下游盒我可以打这个9 没办法 下回合我想想看 有11费就好 能打一个9加2 但这个都是三血 打净英雄技能也没有用 这一定是要打9了 不会打这个对局 不要乱来 这个时候童虚鹦鹉 你吃完命都没了 你就等死对吧 童虚鹦鹉要节目效果 然后就死了 这求求了真的 就是你为了吃 只为了节目效果 什么都不管 打得真好 你们只看节目效果 那你看别人去吧 我是认真打的主播 这个时候可以打童虚鹦鹉吃 我一定会打 这种对局一定是要打9的 我如果乱打的话 你会觉得开心 然后吃完了 然后会有一大帮人骂我菜 因为就是在乱打 就能打吃的时候 你一定是会打吃的 这个局你打吃 真的是在乱打 这萨满真的给我机会 他把那个进化用了 但是你别大帝啊 大帝我应该不死吧 也不是不行 可以 这个牌是现在最没用的 可以 哇 我就觉得这东西 其实发挥的太烂了 吃 李大爷 吃 李大爷 吃 什么东西啊 我后面有鱼吗 没了吧 吃 吐了 他为啥不让我打脸 他是要我结场的意思吗 他也没鱼了 为什么会有人带雪崩 为什么会有人带雪崩 我觉得这里不太能下这个加雪鱼 虽然我有点想下 对面应该还有鹦鹉没有扔的 所以我要稳一手 万一对面再控住我一回合 不太行 我见对面鹦鹉应该没有下过 那对面这个牌跟我还是不太一样 对面带雪崩了 我没带 我可以解一个鹦鹉 或者解一个过鱼 因为我就是个打四 解鹦鹉还是解鱼 我觉得解鹦鹉吧 然后哪一口过 这里他将了两个 我觉得可以把隔子占满 再不行 我没有退化 果然是有大地的 还有那真的有点弱了 我们两个都是13张牌 所以其实我应该还能稍微再过一点牌 我想一下 那么这里可以把这个下了 把这个下了 然后把加雪下了 这个214应该还有资源的 我可以拿老师 我是打过一张老师 对吧 所以这214还有资源 这里为什么要去站点怪呢 因为你防他同虚鹦鹉 可以 其实我感觉5加5就好了 我真的感觉5加5是最好的 很稳 不是他那里 因为他打了一个鹦鹉 他大地之后 是不是还有一个鹦鹉 所以你防好他那一波就好了呀 现在就是我们两个 大地都没了 好 我一定要腾掉一张手牌 这里这个4是不会扔的 因为我一定要拿 等等 因为我一定要214加这个4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资源 这东西我想想看要不要进化 可进化 可不进化 来一下吧 六费怪 打 不是退化就行 你看 对于这个散文打得还可以 他至少知道有这种操作 闪电风暴 那下回合你要过载2 不过打到这里 你过不过载一定无所谓了 其实费用也应该打不满了 你为啥不刷呀 这不是浪费吗 对面敲我套牌 敲打真的挺透彻的 想想看 这里是来个退化 退化不行的 退化的话 我214会退掉 给一个加2加2吧 我觉得直接给这个214加 我希望他能活着 闪 哇 我也是闪电风暴吧 来吧 大雪窝 哥 过载4 过载4也没事 反正我下游盒费用是够的 但是你老这么给我刷就不行了吧 我记得我后面应该是没有鱼了 我想想看 我先给这个 冻上 因为我要保它 因为我记得我后面应该是没有鱼了 所以冰雕树是绝对学亏的 灵魂做技就勉强还行吧 这个可以考虑不换 因为对面应该也有曲奇的 我也没有什么牌想换了 我刷的也很拉垮 他刷的也很拉垮 你觉得我有必要赌一手退化吗 五废怪 其实这个场攻 我觉得也不是说不行 来吧 两张 还挺好的 这是啥 二三 进化一个三费 这是一个四费 我觉得进化一个三费 还行 对面曲奇没了吗 那这个刀可以换了 因为对面应该没有刀了 我已经不敢过牌了 我疲劳现在落后 不过他又过了一张牌 现在我们疲劳又持平了 那么我现在血量有一点点落后 但是问题不大 我有场面 卷轴 那么这是一张资源 主要点是他能加一张疲劳 他去过卷轴了 哇 为啥不进化这个呀 鹦鹉 想想看 这里如果我女王拉一个的话 我会没有格子 除非我要送掉一个 但是我觉得这里女王拉一个 有点早 对面一张牌是个卷轴 所以它里面都是法术 看它给的是什么法术吧 我后面 对 有一个巨型 因为我探底看到了 但是对面也有个巨型 不过我留女王了 对面把女王用掉了 因为对面拉了我一个八杠八 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 想一下我要进化打一个 这是一个八费 我觉得我进化一个八费 大 就这样吧 不 我觉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打的时候的想法 大家觉得学到很多挺好的 就是有些人会嫌我话多的 但是我觉得喜欢萨满的人不多的 就是萨满这个职业 一直很喜欢人就不太多 如果我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打萨满 然后给你们带入坑也喜欢萨满 这也挺好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开心的过程 对吧 而且本来我就觉得这种慢速的对局 挺好看 玩起来也好玩 不是说一定要赢 才有游戏体验 这种局其实输了 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至少 整个过程 大家打满整个排库 40张牌 可以把排库打穿 对不对 这个对局打到这里 就是该抢脸的时候一定要抢脸了 因为你要给压力了 刚好你也出了一个2-3 如果不是这个2-3 你可以弄52减 但这里你该给压力了 yes 跟我打内战 抄牌去地点 学不会 好 好